关注乌尔战争 俄军再度对巴赫姆特展开三面的包围 乌克兰地面部队指挥官亲自前往巴赫姆特坐镇 还对俄军下达格杀令 另外一座岌岌可危的城镇是阿夫迪夫卡 乌克兰下令撤离当地只剩不到2000人 军意志力的炼狱试验场 对乌军来说状况时好时坏 如今再度面临俄军三面包围的局面 乌克兰地面作战指挥官挺进战区漏军 下达对俄军的格杀令 乌克兰极力把战区前线限缩在乌东地区 无限制的请进兵力弹药拖住俄罗斯攻势 而俄罗斯负责在监困区推进的瓦格纳 傭兵团领袖普里格金特别选在清晨破晓时分 在巴赫姆特大街出巡 其中一名傭兵还说当下距离乌军不到200公尺 像是寻田水一样视察 普里格金在前线做大 在俄罗斯国内的动作越来越高调 真兵广告直接打在莫斯科一栋17层楼高的大楼外墙 不断播放 还写着要加入赢家队伍 看似微风 但看不到的恐怕是这个 在巴赫姆特往南不远处 就是埋葬阵亡瓦格纳佣兵的万人种 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 有大量的阵亡士兵下葬 几乎天天都有棺木运到 但是俄罗斯不计代价又对乌克兰另一座小镇进行徒成行动 乌东的阿夫迪夫卡完全看不出这里过去曾经是三万人生活的城市 如今陷入黑暗深渊 满地垃圾爆炸残骸 阿夫迪夫卡高楼建筑全毁 是否下令民众和公务员撤离 现在剩不到两千人 而俄罗斯最新又对斯拉夫杨斯克发射了两枚S300飞弹 集中了住宅区酿成两死二十九伤 还有民众是简单包扎急着出院探望亲友 结果发现自己的车烧得只剩车架 但是乌克兰似乎也暗中反击 在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梅里托普尔和马里乌普尔都发生了不明爆炸 乌克兰没有承认发动攻击 但这是反攻前兆吗 因为乌克兰国防部长PO出这张照片 美国英国葡萄牙等西方军援的现代化主力战车送到 乌克防长忍不住跳上英国送的挑战者二行战车上 事成下 终于叛道西方军援笑得何不拢嘴 英国十四辆挑战者二一字排开 预计很快就会投入实战 就等乌克兰启酿已久的春季大反攻 TVBS新闻总和播放 那么现在也要来关注的就是普京一直想要重启核武 那么他最重要的攻势包核按钮 那么有最新的内容我们交给记者 俄罗斯宣布要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 对此联合国自然是对于俄罗斯的行动感到不安了 而且表示说应该要遵守核不扩散条约 避免灾难性的后果 不过俄罗斯方面 克里米林公对于西方的反应 他们只说不会影响这样子的部署计划 另一方面俄罗斯的电视台 他们是曝光了核手提箱 这个核手提箱就是启动核武的机制 总统也就是普清是最终的决定者 因此他附近的军官都会携带这个核手提箱 万一俄罗斯遇到了攻击的时候 普清要决定动用核武的时候 就能随时来反应 比较有趣的是 大家发现说这个核手提箱里头 启动的按钮是白色的 而红色按钮其实代表的是取消 另外是透过快闪记忆卡来启动全部的功能 而不只是俄罗斯的总统普清有这个手提箱 包括了国防部长还有参谋总长也都有 三个人都要各自输入密码之后才会启动 西方主力坦克陆续送上战场之后 乌克兰似乎准备展开大反攻 而俄罗斯这两天不断的拿核武威胁 不但宣布要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 周二还朝日本海试射 能够搭载核弹头的文式寻翼飞弹 这一连串的举动 CN专家认为凸显了普清内心的不安 看到这段画面俄罗斯恐怕真的要挫肋蛋 因为英国提供的挑战者二号主战坦克 已经现身乌克兰 这段开箱片由乌克兰防长在推特中公开 影片中他还亲自搭乘 看得出相当满意 不止挑战者二号 同一时间美英德三国装甲车也运抵乌国 并拍下这张铜框照 镜头另一边乌克兰记者难得露出笑容 因为搭上了这台军用卡车 上头满满弹药 全是要送往札波罗热一带的乌军手中 现场还有乌军操作 英国 德国和意大利 共同研发的FH70榴弹炮 忙得不可开交 为了展现夺胜决心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先后视察 巴赫姆特还有赫尔松 周一他在前往札波罗热 慧问公寓大楼的灾民 他也探访当地的军事医院 与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 葛罗西会面 泽伦斯基带葛罗西观看 也遭炮袭的另一处水电站 不过对两人而言 最棘手的还是 札波罗热核电厂安危 光核电厂问题就让人 一个头两个大 更别说普京又放话 要在白俄部署战术核武 不过专家认为 这更凸显出普京内心的不安 双俄一搭一唱 白俄国防部又在敏感时间 曝光军演片 发射由俄国去年底开始提供的 道尔M2K飞弹 与此同时 俄罗斯又在日本海射弹挑衅 俄罗斯国防部宣布 朝日本海上目标物发射 两枚P270文氏巡弋飞弹 这种飞弹属于超音速 冲压发动机反舰飞弹 不仅可击中百公里外的目标 还能携带核弹头 只是面对俄国动辄拿核武威胁 中国大陆始终没有电名谴责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则是 再度用恐恶症字眼形容西方的反制 莫斯科民众也认为 要拐就拐北约 俄欧战争带动弹药需求 金融时报报导 位在挪威的欧洲最大弹药商之一 却面临扩建障碍 理由是抖音新的数据中心 正耗尽该区的所有备用电力 是逢中美对峙和俄乌冲突 多少引发联想 乌克兰最近为了武器出口问题 也向瑞士喊话 由于瑞士作为中立国禁止其他国家 转送来自瑞士国防工业的产品 乌克兰希望松绑限制 帮助他们尽快打赢战争 谢谢新闻 送后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